國內中華職棒下半季的球賽 明天即將開打 負責轉播的博斯運動網 先前拋出可能會退出轉播的震撼彈 博博斯在今天下午宣布了 未來會照常轉播 並且走完兩年的合約 也就是說 球迷將可以繼續透過一幕 欣賞終止下半季的賽事